好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 因为我们还记得吗 像广告的话 它排名是分两类的 第一类是CPC 就是每个点击它到底要花多少钱 那第二种呢 就是ColidScore 就是你的广告质量怎么样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了 就是你的广告质量的话 很大程度是基于你的这个广告文本做的怎么样啊 然后还有就是 可能你的这些相关的小插件加的怎么样 那还有很重要的另外两点呢 就是ColidScore 它是会参考你的这个网站本身的质量的 我们在做这个谷歌广告的时候 它是需要你把这个网站 网址输入进到这个谷歌广告里面去 然后谷歌是会先把你的网站整体散摇一遍 然后确定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些 比如说 这个不适当的这些 不适合做广告的这些内容啊 或者说产品啊 然后它会告诉你这个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然后通过了之后呢 它会给你这个整体的网页做一个评分 那评分呢我们是看不到的 但是啊 就是从 综合指数上面去参考的话 就是网站做的好的这些网站 它的这个ColidScore是会更高的 那网站做的好呢 也有这个好几种因素 比如说你这个本身网站的这个页面设计怎么样 你的这个 它的层级设计是不是合理的 它导航是不是清晰的 然后呢 页面内容啊 都包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 那这些都是 要靠这个建站公司 然后他们去给你做一个很好的网站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基础的网站指数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看这个网站流量和SEO 那像这个网站SEO的话 你的这个SEO排行越好 那么谷歌 就是在谷歌眼里 它对你这个网站进行评级评分的时候 你相对而言也就会拿到一个 比一些没有做SEO的公司 或者说网站 拿到一个更好的评分 因为你有更多的内容去支持你的自己的这个网站 然后还有本身 如果你是一个流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网站 那你的这个评分也会相对比较高 因为这就说明了 就像SEO好啊 流量也好 就说明了本身的网站 就是已经有很好的内容了 而谷歌它是比较注重这个用户体验的 所以它是愿意把这些 本身已经有很好的内容的这些网站 去推给它的用户们 所以你在这个 做谷歌广告的时候 你做SEO 或者说两个一起做 SEO和SEM 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样的这种关系 你SEO做的好 然后你SEM就会更便宜 然后你SEM做的好之后呢 它会给你带来流量 然后你的SEO也就更容易上去 所以它是一个 就是互利的这样一个关系 好 说完这个CodeScore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CPC Bits 就是每个点击它到底要收你多少钱 那我们在说这个点击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概念 它叫 Keywords 关键词 那Keywords这个东西呢 它不只是在 我们讲SEO的时候会讲到 我们在这个 比如说搜索广告啊 这个SEM的时候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说的concept里面 好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在这个谷歌广告 它是呢 比如说用户搜 一个一组这个搜索词 然后它会根据搜索词 然后自动的给用户推不一样的这些搜索结果 那它的这个推送的 它的决定 它到底要推送什么的 这个关键就是搜索词 因为商家在这个创建不同的这个广告的时候 谷歌广告后台 它会问你要你想要对哪几种关键词打广告 比方说如果我是一家的宠物商店 那我的关键词是PetStore 那么当一个用户他搜Toronto PetStore 谷歌就会检测到 这个人搜索的这些内容里面 包含了这个我们打广告的这些关键词 也就是PetStore这个宠物商店 它检测到这一点之后 它就可以在所有所有所有 有这个跟PetStore这个关键词相关的这些商户里面 去挑这些AdRank最高的这些商户 然后比如说一二三位 然后把它们放在第一页 那这个呢是广告 就是谷歌广告的一个基础的机制 但是不同的这些关键词 它的收费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去到这个Sumrush里面去给大家看 好我们来到Sumrush Sumrush的话呢 它其实是除了查这个网站之外 它还可以帮你查这些关键词 然后如果大家是要查关键词的话 就看最顶上搜索栏这里 然后我搜一个关键词 比如说PetStore 然后点Search 然后它就会开始 把这些搜索词相关的这些信息 好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PetStore 它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搜索量是 9万5 看 然后下面是这个keyword difficulty 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SEO那边的 下面看CPC 就刚刚说的这个概念 每个点击它花多少钱 它的这个平均花费是0.55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个投了这个PetStore的这个关键词 每个通过PetStore关键词 给你匹配到的这些用户 只要它点了 Google就会扣你0.55 所有的钱 那这个只是一个关键词 但是我们像投逛逛的时候 我们是得投很多很多种 不同的关键词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好 这边呢我们就扒出了 所有跟PetStore有关的这些相关的关键词 比如说什么PetStore 这样子 PetStore Nachro PetStore 什么PetFood Store 所有这些关键词都会 这个一一展示在这个下面 然后包括呢 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搜索量啊 然后还有整个趋势啊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CPC 它的这个花费 每个点击要花多少钱 那像我们做广告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跟这个SEO 是有很大的关联度的 因为如果你又做SEO 又做SUM的话 我们是会把所有的这些比较贵的词 比如说PetStore NearMe 它就一块零六 它就真的很贵 每个点击一块多少钱 那像这种比较贵的词 我们会放到SEO那边去做 然后长久以来 你就可以在这个搜索 就自然搜索结果里面 你就可以排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种 像这种比较贵的词 你就可以免费拿到它的流量 而不算花钱 那么再往下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比较便宜一点的词 比如说像这种0.00 什么PetStore Can Loops 0.26 FishPetStore 像这种比较便宜的词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 然后给它做广告 添加到我们的这个关键其类表里面去了 好 这边呢 是关于这个不同词语 它的一个 就是CPC它的这个扣费的一个结果 这边跟大家提的一点就是 因为像Google Search 它是只要用户点击了 它才扣钱 所以你添加多少个关键词 就你在这个Google Ads广告后台 你添加多少个关键词 跟你最后的扣费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就算你这个Google Ads后台 添加很多很多的关键词 那只要用户不点的话 那它是不会扣你任何的钱的 所以大家可以找这些 比较有转化的这些词 然后就拼命的往你的这个Google Ads里面塞 那有一些比较好一点的 这个广告公司的话 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的话 可能单一个广告 就是我说的不是那种广告组 而是单一个拆分出来的一个广告 针对一个项目的广告 可能就怎么样也有100个词以上这样子 那么你的关键词越多 这个用户收到你的这个几率也就越大 还有另一点呢就是 像Search广告的话 它因为是按照搜索来 就是推送广告的 所以如果本身你做的这个行业 或者说项目比较小众的话 可能本身搜索量就没有那么高 那么相对到最后的话 你可能如果你的广告预算 非常充足 但是你本身这个行业 又没有什么样的人去搜 那到最后你的广告预算 可能会花不出去 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会建议一些 预算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些 用户去做Display广告 因为像预算比较充足的话 像Display广告的话 它可以确保 就是你可以得到相当可观 相当大量的这样一个曝光 然后不会出现这种预算 划不出去的这样一个情况 では